原定3月1号即将要开放的两岸团客观光 观光署却突袭式喊咖 让旅游业者相当错愕 痛批损失难以估计 更担心后续可能会衍生到旅游周分 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吴彦辉表示 春节廉假放假的前一天都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 他们才接到这样的消息 那么当时民众的电话不断涌进来 让旅行社员工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收假 更扬言要是政府不交代清楚 不排除要在520这一天串联业者走上街头 交通部观光署7号与警宣布旅行业者 7号起停止招揽到中国的旅行团 事隔一天旅行社业者大阵仗气的开启者会炮轰 近3900家的旅行业者 有近9成都是直接间接从事跟大陆往来的业务 甚至有很多业者在过完年要扩大部门 增加人员 贸然的政府一句话 那难道他们过完年又要失业了吗 看看7号下午3点半 观光署突然发新闻稿宣布旅行业者 停止招揽赴中国的旅行团 由于当时接近旅行社下班时间 而隔天就是圈节廉价第一天 计划因此全被打乱 昨天下班了很多人下不了班了 很多消费者就打另外到旅行社去 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了 纪纷就开始来了 逼着大家现在是不是只能够把 原本收的团 又跟去年2023年一样 变成所谓的地下团 根据旅行商业统院工会统计 受影响的就是6月后前往中国的旅行团 已经有约7到8成成案 其中又以5天行程最多 包含新疆 南北疆 内蒙古以及西藏的团体行程 最受欢迎 团费每人至少7 8万元起跳 甚至有团费达10万元以上 这个业损的话是没有办法估计的 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的话 我相信我们在520以后呢 应该很多业者也要串联的话去抗议游行 公公署也跟理行业有讨论 让他可以并到这个31号到5月 这三个5月31号这三个月来处理 业者表示以签约付定金受影响的团体行程 将依法退还团费 但当中可能衍生的纠纷该如何解决 希望政府能妥善安排配偷措施 接下来下来台北采访报道